中美貿易戰談判 美國軍艦載巡南海 氣炸中國 就在美國海軍軍艦 在南海正義島嶼附近巡航之後 中國向美方提出了嚴厲的警告 美國太平洋艦隊發言人表示 美國麥坎貝爾號驅逐艦 進入了西沙群島12海里範圍內自由航行 據報導指出 這是為了挑戰中國過分的主張 海域主權而所做的 作為回應 中國也派出了軍機和軍艦 來驅逐美國艦隊 並警告美方立刻離開海域 根據半島電視台的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康表示 美國軍艦違反了 中國和國際法的法律 侵犯中國主權 並且破壞了和平與穩定 南海海域一直以來 都是引發爭議的區域 有些國家根據其專屬經濟區 提出了擁有部分海域的主張 但是中國聲稱整個海域主權 都應該以歷史為基礎 用九段線來劃分其領域 並且從2013年開始 為了加強海域主權的主張 中國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就開始建造了人工島嶼 美國華盛頓也表示 反對北京當局在南海海域軍事化 以及在島嶼和珊瑚礁上 增建雷達和簡易停機棚等軍事設施 對此中國辯稱 這些設施都是為了防衛而建造的 並且指控美方的巡航 才是造成該區域局勢緊張的罪魁禍首 這一次最新的巡航爭議發生時 正好也是雙方在北京進行談判的時間 在此之前 激烈的中美貿易戰 對數千億美元商品徵收進口關稅 好不容易才休戰90天 如今 中美雙方關係再度緊張 非常打擾